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新北市又传枪响 一名平常担任油漆工的王姓男子 疑似因为债务纠纷被寻仇 在今天中午接近12点的时候 在住家社区门口被两名嫌犯埋伏开枪 其中有一枪榴弹打中王姓男子左大腿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而两名嫌犯开枪后从巴黎逃到北投汽车 警方已经掌握特定犯嫌追查中 日证当中 新北市巴黎中山路二段的社区嫌犯下车 拉滑套开枪被害人当场倒地 有人就坐在那边然后被开枪 有人受伤目击者受到严重惊吓 我要去买东西 来就看一台车开过来就直接枪都拿出来 直接不知道讲什么就开枪了 调查发现开枪是冲着35岁的王姓男子而来 疑似是债务纠纷 枪手和驾驶埋伏连开两枪 警方在现场找到两枚弹壳 还有两枚未击发的子弹 追踪作案的银色轿车 从巴黎直接开到北头 一处竹林 车上两个人 汽车逃逸 腿部遭榴弹锁伤 并无大碍 你锁定犯案车辆 及特定对象 嫌犯直冲社区开枪犯案 嚣张行径 根本就是挑战公权力 警方锁定人车之外 也约谈被害人的相关亲友 我是昨天来玩的 被害人平常是油漆工 会在家里打麻将 排卡上门还没等到打牌 先等到被开枪 显然事情并不单纯 但是什么样的债务纠纷 他却闭口不提 枪案平传的新北市 同步开始扫荡黑枪 就怕背后又有其他棒派纠葛 记者刘子 周松林 新北市报导